变暗器都烧黑了,一连烧了两个 新的换上就烧,换上就烧 什么原因呢 这个变暗器也是烧坏的 这是个新的刚换上十来分钟 干着活干着活自己就烧了 上一个变暗器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烧了 没想到换了一个新的变暗器又烧了 所以不敢再换了 也是同胖的师傅介绍找到了我 看我能不能查出什么原因 这个变暗器是输入380V 输出6V,12V,110V 它下面是输出端 一般输出端短路会造成烧变暗器 那下面的回路有短路的吗 短不短路用眼睛看不出来 这个要把线头从变暗器上拆下来 线头接在变暗器上不拆 有可能测不准 指针弯用表来测短路达到乘1档 测短路不能用封名档 要用乘1档 先量指表笔短接后调0 然后用两支表笔分别测量 变暗器的输出回路这三个回路 6V的24V的110V的这三个回路 如果哪一个回路表正摆到0那就是短路 看一下这一路 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大路 这个面 大路在这里 看一下这路线接的啥 接的设备照明的灯 这个灯已经废掉了 现在都没用了 这两根线短路了 而短路的地方就是灯头这一块 这线头都没包 把线头拿开以后再测量 再测量这个回路 好了 很明显灯口里边这个红线 这个线头已经搭在外壳了 有明显打火的痕迹 这个线头也没包 这就是烧坏这个变暗器的原因 就是回路短路 它的输出回路短路 现在是好的 客户还买了一个新的变暗器 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心的给换上了 拆掉这个烧坏的变暗器 您可能要问 短路以后为什么不跳这些空开呢 变暗器出来的线都经过这些空开 回路有短路 它应该及时的跳空开呀 保护变暗器不被烧坏 那为什么它不跳呢 像这种变暗器下面如果有短路的话 它会很快的发热 然后就会烧线圈 像这种下面一短路 它就会跳空开 而不会烧变暗器 而这个短路的线路 它直接接了变暗器 没有接空开 所以总是烧变暗器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小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客户家的空调开着开着就猫火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来 妈的张楼 这个店 我看 嗯 不是去个楼 7楼 是5楼 哎呦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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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男人啊哎修店啊对对对三个 我们都套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啊 这不不不不 没有没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进去 他都去了一块 走了 有点毛那个毛活性那地方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在哪儿啊 啪啪响吗啊对 一边毛活性一边一边毛活性一边啪啪响 一边毛活性一边啪啪响 这有被点烟的打开 哎呀还得打呀还得打 一边啪啪大火一边毛活性 哪地方都毛 大火性 大火性吗 嗯 啪啪大火性 嗯 你发现哪个地方会大火性啊 这是电源进来的啊 没看到啪啪大火吧 我看见了 有火光 在哪个地方有火光大概 在那个厨子那那那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我就看见在那厨子那一片 我就赶紧断电去了 哦 这厨子一块有火光 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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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片一般不会 你走开 好 真的吗 啊 咱们脸上来 啊 啊 像这种线头与线头之间没结好 它就会虚接发热 重新接一下就好 把线头处理好以后 空调正常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小故障 好了 收队 测 收队是不是有点少啊 大伙子 一两一两一百 工地跳闸为什么总跳一级箱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很长时间了 所以今天让我过来给他查一下哪里的原因 现在师傅打开的是二级配电箱 就是下面这些二级三级的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不跳 总是莫名其妙的跳一级箱的总漏宝 这是他们一级箱的漏电保护器 这个漏宝出来一根电缆线 去接到二级箱 然后这个电缆走了很长一段距离 有的在地上 有的在地下 电缆过来以后接到这个二级箱 二级箱下边这些漏宝出来又接出三级箱 他们怀疑是不是后面有些电器或者设备在漏电 或者说是这些漏宝是不是不好 所以让我过来测一下 这下面的分线路是不是有漏电的 如果有漏电的为啥不跳这些漏宝 而跳上一级漏宝 先用电比演电养成好习惯 有师傅说用这个电比测电压怎么来判断是不是有漏电 一般测三项电对地电压 让这种测的三个线对地电压相差不大 这是正常的 那如果用电比测的对地电压其中一项太低 其他两项高 我一般会认为低的那一项对地漏电很严重 下一步该怎么测呢 我想测一下这三路漏宝下面的线路 是不是有漏电的 测这些回路漏电需要拆掉后面的零线 因为这些回路接在一起不方便测量 所以我要拆掉这个主零线和分零线 因为一回还可能测主线 测漏电城市开挡 一个表比测地线测大地 另一只表比分别测量这些零线 发现这一路是漏电的 也就是说这个漏电保护器 它下面的线路是有漏电的 很明显 可能是这个漏电没达到它的漏电电流 所以它不跳 它下面还带了个三级箱 也是走的明线在马路的对面 那就到这个三级箱看一下 三级箱总扎也是漏宝 同样的方法 拉砸断电之后直接测量漏电 对地 它这做了个接地 对大地测漏电 测每一路对大地之间 这一路是漏电的 他们说漏电这一路是接的水泵 水泵一直用电打水 就是这一台水泵是漏电的 那是它的原因 跳到一级箱的总漏宝吗 按照原理来说 它应该是跳自己三级箱的漏电保护器 或者是二级的漏电保护器 不应该跨过去直接跳一级箱的漏宝啊 所以我想直接去一级箱看一下 一级箱离得很远 在另一个工地 因为一级箱用的是人家的电 所以说每一次断电都不方便 那就抓紧时间测量 总是跳的就是这一路 测漏电需要拆掉下面的零线和火线 还是用指针表来测漏电 一个表比插地线 插地线就是插在大地上 这个电缆线700米 看能不能测出来 把这四根线都拆下来了 电缆线的那一头也是断开的 等于说单独测这个电缆线 对大地是不是漏电 看一下 这个表征摆动比较明显 很显然是对地漏电的 对大地漏电 这一项对大地也是漏电的 也就是说总是莫名其妙地跳异级箱 是电缆线漏电造成的 电缆也拆了 零线也拆了 竹篮是漏电的 太明显了 有街头吗 有街头 街头那个地方看一看吧 没有埋地下吧 没有 街头没有埋地下 这电缆挺长啊 这个电缆有多长 有几百米来 好几百米 下面就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的街头 和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几百米长的电缆线 有地上的还有地下的 这是地上的 这有泡皮 但是这些破皮不是对大地漏电 用表测出来那种现象 是对大地直接漏电 所以应该是地下的电缆线有问题 这里又一个 这就是施工的时候给破坏的 往那还有 这个电缆线还有街头 但是街头的地方没问题 他们说还有这个地方 里面正在施工 电缆线穿过这片施工地以后 又穿过马路 让这些干活的师傅休息几分钟 去看一下这个电缆线有没有问题 他们说这路电缆线早已伤痕累累 电缆线都破皮了 都看到里面的铝线了 这一块滑上了不止一个地方 他们说再往前还被干断过 就直接把这个电缆线给干断了 然后他们自己接的 接上以后缠着胶带 但是现在看又破了 又漏的了 他这些街头还得重新做 再往前就进地下了 地下的电井过马路 到对面工地 这个电缆线要找出所有破损 或者是漏电的地方 不太容易 明面上都那么多 我估计暗线也少不了 他这个不如直接换新线 然后这些电缆线的位置也要改 在这地方不行啊 他们说这就放假了 过了年准备换一个粗的电缆线 重新走 这个功率太小 向着电缆线的修复 还有要不要换电缆线 他们自己说了算 我只是给他查出原因就行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